他刚产下儿子不久 有过一夜情的男闺蜜 就拿着亲子鉴定报告 来告诉他 儿子不是他丈夫亲生 排除高伟是高晓风的生物学父亲 丈夫得知此事后 也拿出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高伟和高晓风 是父子关系的可能性 接近百分之百 两份报告 两份截然不同的结果 到底谁真谁假 一个鉴定 两个爹即将不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对于大部分已婚女性来说 第一次怀孕 应该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可是当合力看到 验孕棒上的两道杠时 她的内心却无比的纠结 自己该不该留下这个孩子呢 结婚五年来 她和丈夫一直盼望着怀孕生子 可现在的她 却想要留掉这个孩子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一直想要孩子的合力 在怀孕后 想要选择堕胎呢 从得知自己怀孕开始 合力就变得六神无主 她呆呆地望着窗外 想起自己婚后的所经历的种种 心里是百感交集 这合力长得很好 家境也很好 一路走来是顺风顺水 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 毕业的时候 她就和校园恋人高伟登记结婚了 可这婚后的生活 却让合力觉得很窝心 因为这丈夫高伟婚后啊 就像上了一个发条一样 天天不着家 只顾工作 活脱脱的一个工作狂 而对自己也不上心 嫁给他 就像活手寡一样 天天守着空房 原来这高伟家的家境不太好 而结婚后 又让他感觉到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高伟为了给合力 一个更好的婚后生活 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工作上 每天是早出晚归 周末也开启了疯狂加班的模式 他就是希望 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赚来更多的钱 所以平时陪伴合力的时间 是少之又少 合力经常抱怨高伟的早出晚归 合力和经常的加班出差 在这个家中 合力经常是一个人收拾 一个人做饭 一个人吃饭 他时常觉得 这个家已经没有家的样子了 但是合力没有想到 令他更崩溃的事情 还在后面 这一天 高伟早早就回到了家 他还送了合力 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 合力高兴极了 他正在兴奋地 是戴着新手表 可高伟这边 却通通吐吐地说 他将被公司派驻到 埃塞俄比亚工作一年 这合力是放下手表 就询问高伟 能不能不去啊 高伟说 自己已经接受了派驻 不能不去 这合力蹭着一下 就怒火中烧 质问高伟心里 还有没有这个家 有没有自己这个妻子 这么大的事情 他居然也不跟自己商量一下 而高伟则反驳说 这不商量 就是知道合力 肯定不会同意 这商量了也没用 想起高伟结婚后的表现 合力是将手表 狠狠地摔在地上 指责高伟 只要事业不要家 当初何苦要结婚 而高伟则说 这贫贱夫妻百事哀 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这个家 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听完高伟的话 这合力是气得 是大哭失声 不过呢 尽管这合力是又哭又闹 这高伟还是去了非洲 一眨眼 高伟已经在非洲 待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而合力则独自在北京 迎来了两个人 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这一天 合力又在微信语音里 向高伟抱怨两地分居 而工作不太顺利的 高伟听了妻子的抱怨 情绪失控的吼套 你烦不烦呢 不想过那就离婚好了 何力对丈夫的态度 失望到了极点 她挂断了微信语音 删掉了丈夫的 所有的通话记录 立刻给一个 叫李强的男人 打了电话 这李强是谁 何力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 给他打电话呢 这个李强和高伟 是大学的同班同学 他们俩都是何力的学长 这李强呢 也追求过何力 何力和高伟在一起以后 李强就变成了 何力的男闺蜜 而何力还经常向李强 吐槽高伟 毕业之后 李强和高伟 进了同一家的建筑公司 高伟因为工作突出 已经晋升为李强的主管 如今呢 又成为了非洲 某重要工程的项目经理 在李强的心里 自己处处被高伟压一头 而这些年 李强没有结婚 对何力一直是心存幻想 接到何力的电话 李强是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 打了一个车 就向何力飞奔而来 两个人随后去了酒吧 而何力的心情不好 这几杯酒下肚 就醉得是一塌糊涂 后来两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何力是完全记不得了 反正等他醒来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和李强 赤身裸体地 躺在一个酒店的床上 何力当即傻了眼 他慌张地抓起自己的衣服 挡在身前 匆匆地对李强说 昨天我喝多了 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何力走出酒店大门 心里真是难受极了 毕竟他并没有想要背叛丈夫 站在酒店门口 何力定了定神 掏出手机 想要叫两车回家 却发现手机上 有十几个未接来的 都是丈夫高伟打来的 国际场图 在打开微信 看到了高伟的留言 高伟这是有什么事 如此着急地 找何力呢 在最新的几条微信留言里 高伟说 自己现在已经在 埃塞俄比亚飞往北京的航班上 回来给何力 赌过结婚纪念日 原来呀 就在高伟说完离婚的气头话以后 很快他就后悔了 后来高伟又发现 当天竟然是两个人的结婚纪念日 这更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由于何力一直不接电话 高伟也是一筹莫展 正在这个时候 高伟接到了上级的通知 因为天气原因 工程需要停工十天 所以高伟是立即购买了 回北京的机票 看到了丈夫的留言 这何力心里是五味杂陈 他立即给高伟回了电话 接通电话后 高伟又开始道歉 而何力在电话这头 哭得像个泪人一样的 听到妻子的痛哭 高伟更加的愧疚了 他不断地安抚何力 挂断电话以后 何力回到家 认证地梳洗一番后 就赶往机场了 在机场相见的那一刻 夫妻两个人是相拥而弃 两个人都不断地向对方道歉 两个人重归就好 度过了一周的甜蜜的时光 这一次 在送高伟去非洲的时候 何力不再像之前那样抱怨不断 反而是不断地嘱咐他 好好照顾自己 而高伟则承诺一定会尽早回家 一转眼 这高伟又离开了大半个月 何力发现原本很准时的月经 并没有来 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立刻去药店买了验运棒 验运棒上的两道杠告诉他 这会儿是真中奖了 何力的心里是翻江倒海 五味杂陈 他渴望当妈妈这么长的时间 可是孩子却来得这么不是时候 虽然丈夫回国的这段期间 夫妻两个人虽有过多次夫妻生活 但他认为这个孩子多半是李强的 毕竟自己和丈夫造人造了这么些年 都没有成功 可偏偏和李强有了一夜情之后 就有了这个孩子 想到这里啊 何力是恨不得立即将孩子打掉 但是他实在是太渴望做一位妈妈了 孩子做掉以后 他还有机会当妈妈吗 深思熟虑后 何力生下了这个孩子 但麻烦也随之而来 李强伸手拦住了何力的去 来 让我看看我们的宝贝孩子 何力愤怒之时 李强拿出一份见领报告 说自己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而鉴定结论显示 排除高伟是高晓峰的生物学父亲 高伟和孩子做的亲子鉴定报告 怎么会在李强手中 鉴定报告是真是假 又会掀起怎样的风波 一个鉴定两个爹正在播出 经过几天的反复考虑 何力还是决定要将孩子生下来 但是呢 他一直不敢将怀孕的消息 告诉丈母 两个月后 高伟还是从何力的母亲那里 获得了消息 他在一次语音通话中问何力 老婆 怎么怀孕了也不告诉我呀 你是想给我惊喜吗 可何力却支支吾吾地说 担心高伟影响工作 自己可以应付得来 让他不要担心 高伟的声音立刻变得温柔起来 一直说对不起何力和孩子 并主动表态会争取提前回到北京 何力感觉愧疚极了 但还是强撑着宽慰着丈夫 又过了四个月 高伟终于被调回了北京 高伟提前回京 公司大部分人也因此得知了 何力怀孕的消息 包括和高伟同一家公司的李强 自从上次一夜晴后 何力就完全隔绝了与李强的联系 他不仅删除了李强的微信 也不接李强的电话 知道何力怀孕的消息后 李强还给何力发了一条短信 恭喜喜得贵子 而之后 李强也再也没有联系过何力 何力松了一口气 以为和李强的这一夜晴 能就此翻篇了 随后他安心养胎 准备生子 但是没有想到 随着孩子的出生 他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 纠缠不清的李强 再次出现了 十月怀胎 在丈夫和家人的陪同下 何力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取名叫做高晓风 在孩子满月的时候 两个人还宴请了双方的好友和同事 大半满月酒 可是就在孩子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何力推着高晓风在小区里溜弯 突然有人轻轻地拍了一下何力的肩膀 这何力有头一看 吓得是够呛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李强 何力紧张地四处张望 李强却突然将何力搂在怀里 何力是使劲地挣脱了李强 而李强极其不满意地说道 我有哪点比不上高尾 他对你那么不用心 你还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何力不想过多地跟李强纠缠 推起孩子就要走 而李强伸手拦住了何力的去处 冷笑道 来 让我看看我们的宝贝儿子 何力心里是既羞愧又愤怒 他逼吼道 孩子跟你没关系 而这李强一边不紧不慢地拿出一份 司法鉴定报告 一边说道 这孩子跟我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 但是呢 这孩子跟高伟 可是一点血缘关系都没 听完李强的话 何力大脑是一片的空白 但他故作正经地接过了报告 在这份报告上 鉴定申请人是高伟 鉴定所用的剪裁是高伟的唾液和高晓芬的毛发 而鉴定结论显示 排除高伟是高晓芬的生物学父亲 但是这何力很快觉得不对劲 这李强怎么能以高伟的名义 申请亲子鉴定呢 这个报告又是怎么落到李强的手里呢 同时这李强又是怎么获得 丈夫的唾液和儿子的毛发呢 李强对何力讲 上一次酒后乱性后 李强一直以为还可以和何力 有进一步步的发展 可何力竟然在和自己发生性关系后 依然选择了家庭 选择了高伟 这让李强的自尊心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以前在学校是他嫌追求何力的 但是却让高伟后来居上 而当年他和高伟同时进入公司 可如今高伟被提拔了 自己却还要给他当下属 李强不甘心他处处比不过高伟 因此他要证明这孩子不是高伟的 于是李强借着满月酒看高晓峰的机会 偷偷留下了孩子身上的几根毛发 之后又在办公室拿了高伟喝过水的一个纸杯 并以某网上验证需要主管身份证为由 拿着高伟的身份证 在某司法鉴定机构 做了这么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说完这些 这回已经由不得何力不相信了 他低声吼道 你想怎么样 而李强是慢慢地走到何力跟前 伸手想要去抚摸何力的脸 但何力一把打掉了他的手 李强皎洁地以笑说 你有两条路可以续 要么你和儿子回到我身边 要么给我五十万 何力心里很明白 如果选择给李强五十万 这可能就是一个无底洞 但是他根本不可能跟李强在一起 也不想让儿子有这样的父亲 即使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想到这里 何力斩钉截铁地说道 三天内我给你五十万 你把这事给我烂在肚子里 你要是言而无信 我就带着孩子一块跳河 何力宁愿去死 也不愿选择和自己在一起的态度 这让李强是心里凉了半截 回家后 何力迅速将自己手里的钱 都集中起来 他又向父母朋友借了一些钱 总算筹集了五十万 他通过支付宝转账给李强 李强还算信守承诺 自从收到钱后 再也没骚扰过何力 何力过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日子 但没有想到的是 一个月后的一天 丈夫高伟突然提前下班回家 脸色铁青 这一年以来 何力还是第一次看到高伟 这样愤怒的表情 他以为高伟在工作中 遇到了什么不顺利的事情 于是给他气了一杯茶 安静地坐在他的身边 就这样坐了很久 高伟缓缓地抬起头 两只眼是死死地盯着何力 一字一句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和李强好上的 而听到李强这两个字 何力心里是一惊 瘫坐在沙发上 何力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高伟熟练地吐了一个烟圈 与其变得异常平静 这些天我也想了很多 结婚以后我确实忽略了你 但是我有一个家要养 难道我要天天在家陪着你 这个家就能幸福吗 高伟的一番话 让何力顿时觉得无地自容 他的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 何力主动向高伟承认 孩子是李强的 并痛哭说着 不奢望高伟原谅自己 但何力的这番话 却让高伟错愕不已 他反问道 你就这么肯定 孩子是李强呢 于是呢 何力就详细地说出了 自己和李强发生一夜情 李强拿着亲子鉴定报告 勒索自己的全过程 而听完何力的讲述 高伟也拿出了一份 亲子鉴定报告 可是这份报告上 却显示高伟和高晓峰 是父子关系的可能性 接近百分之百 何力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半个月前 高伟登陆何力的支付宝账户 意外发现了何力 转账给李强五十万元的记录 他漠不作声 顺藤摸瓜 了解到何力和李强 在自己去非洲的时间 十分的暧昧 而高伟通过朋友 甚至调取到了李强和何力 开房那天的酒店大厅的监控录像 根据录像的时间 高伟算了算时间 对孩子的来历产生了怀疑 因此高伟也委托了一家鉴定机构 专门带着孩子亲自做了鉴定 但鉴定结果显示 这孩子是自己亲生的 可是为什么李强送检的结果 却是排除了高伟和高晓芬的血缘关系呢 高伟冷静下来 认真地想了想 他觉得问题还是出在李强的身上 而爷爷只有李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想到这里 高伟是先后咨询了专业律师 了解了李强种种行为 可能涉及到的违法犯罪事实 为弄清事情真相 高伟将李强约了出来 你大概是不知道 女人喝醉的时候 你这么占品力 这算是强奸 李强被吓住了 随后小声地说出了一句话 其实那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李强的话是为了给自己 开脱罪责的谎言 还是事情真相 高伟会相信他吗 一个鉴定两个爹 正在播出 随后 高伟便以洽谈工作为由 打电话将李强约在了一个公司附近的咖啡馆 在接到高伟电话的那一刻 李强就预感到了不对劲 但他还是来了 甚至故作轻松地像往常一样 坐在高伟的对面 李强刚坐下 高伟也没有绕弯子 直接说道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趁我不在勾引我老婆 而李强没有想到 这话题来的是如此之快 但是他也是有备而来 你抢了我喜欢的姑娘 却不好好珍惜 他现在想跟我在一块了 你看 还给我生了个孩子 而高伟并没有被李强的话所激怒 他拿起咖啡 轻轻地喝了一口说道 行啊 你大概是不知道 女人喝醉的时候 你这么占便宜 这算是强奸 你要是想进监狱 我送你一程 虽然李强对高伟的说法 感到有点震惊 但他还是有点怀疑 趁女性醉酒的时候 发生性关系 真的会构成强奸罪吗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 醉酒发生性关系 构成强奸罪 我国刑法第236条规定 以暴力 胁迫 或者其他手段 强奸妇女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李强 趁何离醉酒之际 与之发生性关系 那么是否会构成强奸罪呢 在司法实践中 认定强奸罪的关键要素 就是是否违背了妇女的意志 因此 强奸罪的关键是在于 妇女是否同意 在本案中 监控录像显示 何离在醉酒之后 已经无法独立行走 显然已经失去了 正常的分辨能力和认知能力 无法准确表达 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 虽然证据已经遗失 但李强多次通过 短信微信等方式 承认自己与醉酒的何离 发生了关系 如果此时 何离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 李强可以被认定构成强奸罪 面对可能的牢狱之灾 李强是值得实话实说 其实 那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而高伟当然不会相信李强的话 这一回啊 轮到李强着急了 他只得一再解释 何离之所以觉得 他们之间发生了性关系 其实是因为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 事实上当天 何离当时把衣服都吐脏了 李强是叫服务员 给他把脏衣服都脱了下来 这些呢 都可以找到当时的服务人员 进行作证 而至于那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李强说 他心里很清楚 这高晓峰肯定不是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和何离 根本没有发生过性关系 但是他心里头 太嫉妒高伟的幸福了 事业很好 家庭圆满 而自己呢 事业事业没有 家庭家庭都没有 因此他就想给高伟和何离 制造一些麻烦 所以呢 李强故意利用高伟的名义 去申请鉴定 但实际上 送检的是自己的唾液 和孩子高晓峰的毛发 高伟如愿获知了事情的真相 离开咖啡馆的时候 高伟警告李强 希望李强能够主动承担起 这场闹剧的责任 否则他还是会考虑 启动法律程序 来维护自己和家人的权益 其实在那一晚的宾馆房间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没有过肌肤之亲 高伟已经不太在意了 解决完李强这边的事情后 高伟一心只想尽快回到家中 去告诉妻子这一切 何离羞愧的是无地自容 如果当初 自己能够冷静地对待高伟 提出离婚的事情 怎么会落入李强的圈套 如今何离得知 自己没有背叛丈夫和家庭 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但他依然痛哭着 请求高伟的原谅 高伟抱着奔酷大哭的妻子 动情地讲述了 自己心态的变化 当自己怀疑何离出轨了以后 也开始反思自己过度投入事业 忽略家庭的做法 夫妻都开始体谅和谅解对方 这才能使得他们的关系 再次变得融洽和甜蜜 而就在这个时候 李强给高伟打来了电话 他先向高伟诚恳地道了歉 说自己已经将50万元 退回到了何离的支付宝账户 并承诺将在一周内提出辞职 随后会离开北京 并祝福高伟和何离 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何离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 高伟本来还想说些什么挽留的话 可被何离制止了 高伟领悟了妻子的用意 对着电话那头说道 这事我们也不追究了 你自己保重吧 放下电话后 高伟和何离望着婴儿床里酣睡的儿子 不约而同地望向彼此相拥而笑 本案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常说在童话故事里 公主和王子结婚以后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是童话不是现实 结婚其实只是一切挑战的开始 婚姻的经营是一门需要持续学习的课程 在婚姻生活里 夫妻会因为种种琐事 而陷入无穷无尽的争执 也会因为家庭事业无法平衡而产生冲突 甚至还会遇到疾病 贫穷等外部的挑战 但无论我们遇到的是什么 夫妻双方都应该秉着对自己感情 和家庭负责任的态度 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积极正面地处理双方存在的问题 否则就有可能被有心之人趁虚而入 惹出是非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想要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请关注栏目公众号 我们下期再见 丈夫不遇妻子选择离婚 离婚后她却对前夫念念不忘 那自己就应该勇敢一点 争取重回过去 她主动追前夫 却意外得知了前夫的一个秘密 女人竟然叫赵波老公 还有一个哭闹不止的孩子 管赵波叫爸爸 离婚一年后才得知自己被骗 她决心要会属于自己的一切 不遇前夫骗了我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